其实放眼全球来看 诸如像处理器芯片 移动设备 游戏主机等电子产品 要么是缺货 要么是涨价 而备受期待的原价显卡 现在来看也是遥遥无期了 但为了防止30系显卡的价格暴跌 以及保证40系显卡的正常发布 目前的NVIDIA将有意减少显卡的出货量 甚至还会做出停产的处理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时至今日距离3D系显卡的正式发布 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其货源和价格依旧是被炒得火热 而根据3D Center的最新数据表明 虽然在7月下旬和8月初的时间里 迎来了短暂的价格低谷 但现在却又达到了4个月内的最高水平 其中NVIDIA的3D系显卡 相较于今年的最低价上涨了约61% 而AMD的RX6000系的显卡 相较于今年的最低价 同样也是上涨了约61% 当然两者的实际售价均是高于了官方的原价 然而出现这样结果的罪魁祸首 都是由于供货不足造成的 但现在来看 AVIDIA方面似乎并不希望显卡市场如去年两崩盘重演 比如类似2080元就能够买到2080Ti 与此同时 由于目前的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的二手显卡 这也更容易引起显卡价格的波动 所以为了稳定住显卡行情 AVIDIA方面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 具体来看 MLID的消息指出 今年的第四季度 三零系显卡的出货量将会远低于此前的123季度 同时由于三星8nm公元的晶圆价格并未谈拢 所以为了保证应有的利润 AVIDIA将会减产三零系的显卡芯片 而当冲胜影影响最大的 则是RTX3090 RTX3080等旗舰型号的显卡 同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类显卡将会逐步停产 至于多出来的产能 则会用于明年登场的三零系Super 以及全新的四零系 但其实说人话就是 目前的三零系显卡 因为成本上涨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了 而为了保证后续产品的备货和利润空间 所以直接就是停就迎新 看来老黄的如意算盘 打得还真是不错 至于三零系的Super显卡 从此前的消息来看 将会有RTX3060 Super RTX3070 Super RTX3080 Super 和RTX3090 Super 等四款型号 而它们的升级 大多都是以换核心和增加显存的方式进行 其中RTX3060 Super 将会换用到加强满的GA104核心 并升级12GB GDDR6显存 而RTX3070 Super 将会换用全新的GA103核心 但同样会配备8GB的GDDR6显存 至于RTX3080 Super 则仍然采用GA102核心 但会升级16GB的GDDR6X显存 最后的RTX3090 Super 将会换用完整满的GA102核心 但依旧会配备24GB的GDDR6X显存 而它们都有望在2022年的QEG的温室 至于NVIDIA的下一代显卡RTX40系 即将会采用台阶电5nm工艺 并基于AIDA LAVLACE架口打造 其简款的4090预计将拥有18432个扩大核心 并搭配24GB的GDDR6X显存 而在详细的规格方面 超级客也在往期的几期视频中为大家一一讲解了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回头查看 但从中不但看出 即将问世的3D系Super显卡 以及明年年末登陆的40系 才是NVIDIA获得利润的关键 而如今的3D系减产 恐怕会在不久之后成为事实 这是相对的比以往的更快了一些 所以玩家们不用担心 显卡依旧会是有的 只不过是新款取代了旧款而已 但价格怎么样 这就仍然需要市场的考量了 至于你想要原价显卡的话 继续等就完事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的意见三连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